摧毁婚姻的大魔王 那么婚内失恋的悲惨日常 包括了性生活不美满 甜蜜夫妻变成室友 那为五斗米吵架 而且吵掉对对方的彼此一个信赖 这其实蛮严重的 你家不是我家 你家人对我怎么常常是有意见呢 人前爱装亲密 但是人后呢 竟然就把我当成空气 好 这是摧毁婚姻的 大魔王 您中了几个呢 那依依呢 应该是幸福美满 应该是三宝妈 没有 我又怎么觉得 我好像中了很多个 四个里面中了大概有三个吧 所以剩了三个 剩一个出现一个问题是 是中了三个呢 性生活不美满 甜蜜夫妻变成室友 然后还有威武斗米吵架 还有人前爱装亲密 人后竟然当我吃空气 就是人家说人前手牵手 人后下毒手 我还没有自己下毒手吗 我现在都不太相信脸书的照片了 是因为我发现我老公也很常在 脸书或者是IG上面po 就是他今天跟小孩 就是带小孩出去玩啊 然后跟老婆感情很好啊 一家人就是好像很亲密的 很和乐的互动这样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根本就没有 然后就是譬如说九九一次 他可能帮小孩做个餐 然后他就要拍照上传 然后九九帮我做个餐 他也要拍照上传 那大家看到的一直就是好像 他一直好像都有在po啊 好像你们都很好啊 其实我心里是觉得 就是你们看到的就是 仅存的那几次 就是其他的时间是真的都没有的 所以这个可能要用点心啊 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老公是 他婚前婚后差蛮多的 那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 就是脑筋比较死的那种 他就会认为说 好像在追一个人说 好像应该要怎么样 那结了婚之后 好像就不用怎么样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 就是脑筋比较不会转 那像在我刚开始 跟他交往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然后他就很容易对我就是 不论我要求什么 他都会去做到 就像我今天只是说 我今天好想吃这个饼干 他下午马上就把 所有这个系列的饼干的各种口味 全部买回来到我家 好有心 超有心 对啊 对 然后吵架的时候 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吵架 然后下午他就会开车来我家 然后还送了巧克力给我 送了什么东西给我这样子 是道歉到这种地步 那我后来结婚之后 我感觉最强烈的一次就是 我那时候怀孕了肚子很大 然后我那时候半夜脚抽筋 我那时候上厕所 然后就在厕所 脚就不能动了 我就赶快大喊我老公 因为那时候他在睡觉 我就说 Stanley Stanley 赶快来救我 我脚抽筋了 就又不能动了 就他居然说 是这样喔 那你走过来 我帮你按摩 他就闭着眼睛 叫我走过去 我就说我如果可以走过去的话 我还需要叫你 求救了对 我还需要叫你来吗 这样 然后像他有时候会在我怀孕的时候 我都是怀孕的时候 印象比较那个感觉更强烈 对对对 因为平常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荷蒙在变化 对情绪上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你平常怎么对我 我觉得没有关系 可是既然有小孩了 而且我怀孕 我觉得你就应该要保护好小孩子 这样像我怀孕的时候 譬如说有时候我要去这个地方 然后他刚好开车 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他就会在岔路就把我放下车 就说好 那你就在这里下车了 我说你没有送我去吗 他说不顺路啊